本课堂将成为各位脱单道路上的指南针 帮你处理各大情感类疑难杂战并指点迷津 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和打赏 力求成为广大单身女性爱的福音 好了 听完吧 我感觉我从高中开始就自在渣男体制 不是被别人暧昧就是被别人套路 命运多传 情路坎坷 这个世界上的好男人都去哪儿呀 皇甫同学提到了一个年年必考的大题 无论题面如何变换 万变不离其宗 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鉴别渣男以及渣男的套路 这样 我先出到选择题随当测试下 以下三句话 哪一句话是渣男说出来的 A 暂时不想谈恋爱 等考验以后再说吧 B 你是个好姑娘 但是我们还是做朋友更合适 C 傻丫头 我脾气臭缺点多跟我在一起 害怕伤害 选B 这分别就是一张好人卡吗 渣男 我们来看一下B选项 B选项确实是一张好人卡 很多女生觉得收到好人卡 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男生就是渣男 非也 这种拒绝是干脆的 表示不想与周旋和暧昧 这样明确的态度 还算不成是渣男 选A 说出你的理由 什么考验都是借口吧 真正的爱情是不会被考验所阻拦的 对 A选项呢确实很有迷惑性 考验结束再说吧 这句话含糊不清容易让人产生歧义 考验有可能是个借口 但是它用一个借口来拒绝你 它还是顾及女生的面子于是婉拒了你 嗯 嗯 明白 难道是选C啊 不是啊 C很好啊 她还为女生着想 是啊 陷阱 审题抓漏洞 首先傻丫头 这种语气俏皮 却是最暧昧的话 这就是典型的欲聚欢迎 其次 我们要透过体面研究本质 害怕伤害你 就需要为伤害你做铺垫啊 啊 这种渣男特别会攻心 故意暴露自己的缺点 试探你的底线 给你打预防针 最后让你认为 你才是唯一可以拯救他的人 无条件包容他的缺点肆无忌惮 最后你只能深陷其中 自我催眠 遍体鳞伤 全是套路啊 好久啊 周瑜 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 就是 我可不可以做你女朋友啊 其实我跟赤木分手已经一年多了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关注你 我真的很喜欢你 晓晓师姐 谢谢你的垂爱啊 我 我这人你也知道 缺点多脾气臭 我就怕你跟我在一起吧 我会伤害到你 果然是渣男 谢谢晓晓师姐 晓晓师姐太准了 咱们这也是为名见渣 为名除害 渣男 怕伤害你 小雨 你太厉害了 我今天用你的办法 去试一下周瑜这个小渣渣 结果 他马上就现行了 比赵妖镜还灵呢 你看 我说什么了 是不是 不是 这世界很酷